听到不断往上加的数字 徐师傅都愣住了 他今年60多岁 在杭州湘基斯路附近的餐馆打工 一个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 徐师傅说 儿子儿媳平时上晚班 12岁的孙子一直是他在带 偶尔会把手机给孩子玩 让他放松一下 前几天把手机给孙子玩了一会儿 当天晚上收到了一条短信 接了个短信过来了 扣款短信过来了 银行的扣款金流都发过来了 数个是多少 数个648 我的第一反应 我的手机我今天没用钱 我现在晚上都在家里 我怎么 这才有银行通知我扣款金流 我都发现了小孩玩游戏了 后面我这都是 我的银行卡里面查不出来呀 我都有查他的支付宝 因为我不用支付宝 就在支付宝里面 有648648都出来了 从初年4月份 到今年3月份 接近8千块钱 采访时徐师傅的孙子在上课 孩子是怎么知道支付密码的 徐师傅不太清楚 他说这件事没赶第一时间 告诉儿子儿媳 我没有跟他父母讲 我怕父母打小孩 我跟他买个小天才手表 都是把他打得要死要活的 得我的用那个 键齿这么长个键齿这么宽的 把手打起泡了 他说他瞎用钱 他不应该要手表的 这么小要手表干啥 都是我做爷爷的肯定疼身子 对不对 都不敢告诉他爸爸妈妈 徐师傅的支付宝账单明细 只能追溯到2023年4月 现场算下来充了4000多 跟徐师傅说的8000元不太对得上 徐师傅说可能部分记录被删除了 记者注意到 他的手机是荣耀品牌 里面有华为应用商店软件 记者拨打了华为应用商店的客服热线 不打不要紧 打过去一问 客服的反馈 让徐师傅傻了眼 我看到主要的话 它是从2022年的6月29号就开始充值了 总共充值了多少钱能看到吗 充值 那你手机有没有计算器 我带你算一下可以吗 加328 然后加648 然后加10 加45 然后再加60 60 对 然后再加36 36 再加60 60 然后加12 12 对 然后你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19844 198是吧 对 那我这边稍后需要查一下 因为我看到都是从支付宝扣出去的 一个是元季骑士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弹载派对 还有一个是地铁跑酷 还有火柴人战争 还有模拟城市 我是市长 还有汤姆猫跑酷 主要是这几个游戏 6个 我以后还周晚七八千块钱 那晚一晚 已经减净2万了 我又查不出来了 我现在就带您来申请这个退款 客服现场讲解了一遍退款流程 徐师傅最后决定 会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儿子儿媳 并提交相关证明 他也会加强对孙子的教育引导 培养金钱意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暂停 断 欧子 断 证明